腾讯体育11月11日续,北京时间今晚23点15分,七甲第十二轮,巴萨主场对阵皇家贝蒂斯,梅西付出首发,马尔克姆首发。 比赛开始仅仅四十五秒,梅西就获得一次射门机会,阿尔巴边路到三脚船中,梅西中路包抄但是打门没有去准部位。 第十二分钟,巴萨中场断球,埃图尔之塞,梅西的球后连续晃开多名防守队员,打门背后未挡出。 第二十分钟,威廉卡瓦略中圈后协船,如尼奥尔菲尔伯左翼突入禁区,内阶后低射打入球门进角,巴萨零比一。 第二十五分钟,巴萨获得前场定位球,梅西主罚,朗格莱抢射被对方门架扑出。 第三十四分钟,威廉卡瓦略中路直塞,如尼奥尔菲尔伯左翼传中横穿禁区,特略右侧横敲,滑紧点球边前扫射,巴萨零比二。 半场结束,巴萨主场零比二落后。 第四十八分钟,梅西在禁区湖附近的球,左脚打门稍稍偏出。 第五十八分钟,梅西直塞苏亚雷斯,苏神突入禁区后打门偏出。 第六十四分钟,特略小角度攻门,皮球被阿尔巴挡了一下差距离住出了底线。 第六十六分钟,梅西与阿尔巴配合,后者突入禁区被特略放倒。 助裁判吹罚点球,梅西主罚命中,巴萨奔回一城。 第七十分钟,特略在右路船中,落在二所近射,特二时特跟狂有手,皮球滑进球门,巴萨一比三。 第七十九分钟,梅西手术刀传球,穆尼尔的球后横传。 比达二产射,破门,经过VAR判定,进球有效。 巴萨二比三,第八十分钟,拉吉蒂奇中场产球犯规,直到本场比赛第二张黄牌,然后离场。 第八十四分钟,朱尼尔尔贝尔国左翼传中,卡纳莱斯小禁区内产球破门,二比四。 第九十二分钟,穆尼尔横敲,苏亚雷斯之三,比达二进去又累横敲,梅西门前推着破门。 三点四,经VAR确认后,主裁判定进球有效。